宁可背着美战装备 也要拉着乌克兰以色列双飞 折腾了两百多年的老美 也就这么点隔绝了 趁着他还在地球上划了地盘 咱们的科学家已经把精力投向了星辰大海 这不 哈工大刚发布了中国月球溶洞学基地的方案 神舟17号就载着三位航天员升空了 灯子看到那足以乱真的视频画面 也不知道是什么表情的 你说他是PPT吧 他他妈的连图纸参数都设计好了 你说我要是不加思索的根本 国内连会造飞船的都他妈老了 你兔子不就去了一趟月球背面吗 怎么一回来连月球基地都会搞了 难道嫦娥那娘们儿真给了兔子油盘了 2022年底 美国五角大楼发布了2022年度的中国军力报告 这份报告中提出了中国一款最新研制的压轨道的轰炸器 五角大楼这方面就联动了三个罪 来描述中国这款新式的武器的优秀的性能 最长的飞行时间 最远的打击距离 最快的飞行速度 在报告的结尾 美国五角大楼评估认为 若中国压轨道轰炸器达到了技术成熟标准并投入了使用 那么解放军将拥有1.6小时内打击全球任意地点的火力投送的能力 这将对美国现有的防御体系造成巨大冲击 根据五角大楼所做的报告的描述 中国是在2021年的7月首次进行了这款亚轨道的轰炸器的飞行的测试 当时美军监视到它 在100分钟内绕整个地球飞行了一圈 射程达到了4万公里 按照这个数据计算 中国压轨道的轰炸器的速度 至少在20马赫以上 远超各国现役的高超音速导弹 各种太空的大杀器 咱们到底有没有呢 估计只有云知道了 但从老美那煞有介石的姿态来看 没准这东西还真有 毕竟老美污蔑伊拉克 只需要一管洗衣粉就够了 而想在兔子身上带节奏 地球上的武器显然不够用了 神奇的是 兔子知道这件事后 不光没有否认 今年早些时候 央视军事还披露了这样一段视频 把我们的南天门的计划彻底给暴露了 视频中展示了各种全新概念的武器系统 像蓝鸟空天母舰 电磁武器 粒子加速炮 粒子树武器等等等等 跟这些神仙武器比起来 被老美积于厚望的压轨道轰炸器就显得那么频频无奇了 这个计划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在地面 天空 太空中 能够进行作战的强大军事集群 比如里面的大型战略空天载集平台 蓝鸟 其总长242米 一展682米 两翼展开之后 足足有两艘航空母舰那么长 外观上看就像是一艘巨型的宇宙飞船 空载重量达到了47200吨 内部有能量武器 与制导武器构成的多层次的武器系统 拥有非常强大的自身火力 配备了42组的垂直导弹 以及16组的高能脉冲的机关炮 这火力别说打西边了 就是打三体人都绰绰有余了 这想象力别说美利坚了 逼个流看了 都得大呼神奇啊 等看完了我们的PPT 一向自视甚高的老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这情节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你嘛 这不就是老子对付苏联的那一套吗 说起来苏联老大哥虽然最后败了 但是有这么一段时间 老美却被苏联逼到了墙角 寻宗在位那几年 老美国内遭遇了经济危机 再加上越战的消耗 气势上明显的被毛子压了一头啊 但他又不服气 非要跟苏联争个高地 寻宗那脾气大家都清楚 顺我意义者我跟你玩贴贴呀 跟我杠的小心我和平你 老美自知在地球上刚不过苏联 于是就整出一个星球大战计划 有能耐你别整地球呀 你整太空呀 寻宗看完老美的计划 当时就上头了 奶奶的干跟老子比好狠 老子连命都不要了 结果呢 苏联赌上自己的经济 大力开展太空的武器 最后才发现老美星球大战只有PPT呀 苏联过度消耗直接归了西呀 荣登了蓝星霸主的美丽剑当时就飘了 原来靠忽悠也能走上人生巅峰呢 那咱就继续忽悠呗 可惜老美没料到 你是崛起的兔子 是个时辰人 老美说我们要造AIM-120D的空空导弹 到时候呢 跨时代的双脉冲的发动机将锁橡皮米 护子一看 这要是被你搞出来了 我还怎么混呢 于是暗下决心阻止公关 终于在2019年造出了自己的双脉冲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导弹霹零十五 最后还挨个对比的老美当初吹牛给出的参数 老美知道后哭茶子都吓掉了 你嘛我随口一说 你们还真早呀 结果兔子看着手里的霹雳十五陷入了陈词 2016年老美又犯了老毛病 开始吹嘘自己即将研制的电磁炮 生成电磁炮比当时的其他的火炮呢强大20倍 射成也是远超常规火炮的三倍 我国军事专家一看 这东西可以有呀 于是立马申请立项 不到两年就研发出了这款电磁炮 还把它装备到了055号驱逐舰上 直到真相的老美当时就愣了 老子的工程图纸还在墙上呢 你们就实装了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老美大吹特吹的F22战斗机 高超音速导弹 中程辽机等概念 也全部是由老美初创业 咱们帮忙实现的 搞到后来呢 美利坚连牛都不敢吹了 搞创意写PPT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的身上 所以当南天门的计划和月球融洞学基地方案出台后呢 老美肯定是压力山大的 毕竟中国人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